麥香船千里 麥田重現 攝影像這樣 天氣變化太大了 所以才想說 說不定有一天真的會停水 停灌 沒有水 那怎麼辦 那我們是不是想說 來種漢座看看 政府政策一直在變 當初幾個朋友 如果坐下來聊到到底 我們要朝哪個農作物去試看看 如果找來找去 感覺小麥這個部分 對我們農友來講 會比較好上手 我們這邊在可能民國三四十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 老一輩的那時候都有種小麥 但是他們說以前種的小麥都是給牛吃的 然後我們現在種的是要磨成麵粉 對 就品種不太一樣 當初開始試的時候就 那個農友試一些 那個農友試一些 是是是 討論看看 結果 看好下一場雨 很大的雨 結果大部分的小麥都變成小麥 第二年想說去年下那麼大雨 改變種植的方式 開始從打田 從泥土的時候研究看看 今年 第三年 就像去年這樣子 技術慢慢來改 肥料 碎肥 水 到 出水 到 管理 像現在的時候 準備要從綠轉黃的時候 這個時節 最怕的就是 麻雀跟師姐妹 從綠轉到黃的部分 它就成熟嘛 甜度也有了嘛 麻雀跟師姐妹是最愛吃的 不灑藥不毒鳥 不下化肥 對 我們這也是有機肥 所以粗放嘛 才會那麼多草 因為它在碾麵粉 它就是說這個是良心事業 小麥的廠區 最大的廠區在觀音區 大概有將近20甲 然後小部分的是在新屋區 一年就一做嘛 一做你就只有一次經驗 時間過了就沒了 所以你要等到下一年的這個時候 要繼續重新開始 對 所以方式 你只能一年只能試一次 所以我們一年一年 建立自己的經驗 當然啊 這種技術上也慢慢上來了 產質也慢慢上來了 技術可越來越好 到去年為止 產量稍微拉得起來 今年像這一片賣的話 可能收成會達到不錯的效果 賣田會改變當地的地景 風一吹就感覺黃金的賣爛 一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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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起來很漂亮 這只是一個首部曲 然後再配合一個七八月的蓮花季 十月的寶生花海 這是一整套的流程 一整年都有一個活動在 對著我 要是太陽還很多人